好,大家午安 谢谢你们愿意进来听我分享这些 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肯定 因为群组真的是还蛮多人的 那我先讲一下我今天 这些影片想要给的方向 就是第一个 我在我的教学过程中 我看到了几个点 然后想要点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当然 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只是单纯的一些心得分享 好,再来 那先讲一下 就是其实知优这两个字 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其实还没有够资格 不够资格 因为真正的知优数学 让孩子更知优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 大的能耐去分享给你们听 因为可能这群组里面的有一些家长 他们这样一路陪伴孩子 然后我觉得他们来分享 知优 成长 还比我够资格 所以 把今天的想法变成说 其实我这是在分享 我自己觉得的加广 加广这两个字 好不好 这样子我觉得好像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大家也不用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每一个孩子 各方面都有各自知优的地方 OK 来 在我带那个 今年小五小六 今年小六生国一的孩子 在这两年里面 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一到四年级 各个学校都一样 一到四年级 基本上不管是台中的私校 或什么的 都是比较慢慢来的 就是很正常 一二三四年级都是课内 然后慢慢教慢慢教 可是等到五年级之后就 恐怖了 就完全开动 就是 知优的数学狂塞 然后难题狂塞 所以 造成很多孩子真的吃不消 那老实说 我也是加害者之一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看到他们很辛苦很辛苦 他们想要努力把 知优数学的内容 弄懂 可是你知道 你不只要处理五六年级的课内 你还要处理 失踪数学的那一种广度 所以我觉得 这些孩子其实没有办法在五上 忽然间变了一个人 然后 哇 好啦 我都会啊 就很简单 一到四慢慢来 五年级开始给一些非常难的东西 而且速度又变快 可能有些孩子真的可以 可是我看到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准备的很辛苦 但 知优数学的内容 我真的觉得很棒 我觉得它是个好玩的东西 但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考试工具 所以它不再那么的有趣了 所以 我的想法是 我们能不能在中年级的时候 就来做这一块的思考 我们不用学很难哦 我们不用学说 三年级你就要会 小数的除法啦 然后供应供背书的应用问题 No 我讲的就是 我们把那个方向 把那个想法 抓到中年级 来开始培养他们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因为三四年级的课内 确实比较轻松一点 那一定也会有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中年级 就来做这个动作 好 当然这时候 有家长就会有一个疑问了 就是 孩子会吗 孩子懂吗 孩子中年级而已 他能 思考什么吗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点 我们阻断了孩子思考的能力 我们都觉得孩子可能这时候 快乐成长就好了 干嘛那么辛苦 我相信有些家长也会这样想 干嘛那么辛苦 可是我们先去想看看 譬如说我好了 有些人会觉得读书是很辛苦的 有些人读书 不觉得辛苦 对吧 就像我 我现在每天在处理这些数学的回问题啦 编讲义录影片 家长的回复啊 孩子的沟通啊 之类的 我一天至少 至少 花超过12个小时 但 因为我觉得 我热在其中 OK 所以 换句话说 我 说服我自己 我是喜欢这个工作的 而且我确实是喜欢的 所以 我花蛮多时间在做这些 我不会觉得很累 OK 那 回到孩子身上 如果今天孩子跟他讲说 其实思考是很好玩的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课业压力 而它是一个 每天的小挑战 好像是每天的电动 然后在破关的概念 你不要让他有一个 哦 你今天要把这50题写完 那当然他就会有压力 可是如果今天是让他 享受 试着去享受 思考的样子 思考的乐趣 那 会不会 对中年级的孩子来讲 他们还是会觉得 嗯 其实没有啊 你有没有很痛苦 不会啊 我觉得这很好玩啊 对不对 就很像 很多孩子喜欢热膏 喜欢堆机器人 机器人的 那个城市 那 你们去参加那些东西 或者是音乐的 或者是钢琴的 他们不觉得累啊 所以 我们是不是把它想成说 其实不会啦 不会很累 OK 你们可以试看看的 好 在正式进入之前 我们再来把观念 稍微建立一下 这是我个人 给我自己的几个点 第一个 我觉得不是孩子不爱思考 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时间 但 说真的 五年级 他们真的没时间了 好 因为五年级 六年级 你们知道 课业压力 各课都变重了 作业量也变大了 所以 当思考这件事情 放在三年级 四年级 或许还可以 可是放在五六年级 还真的是 没办法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五六年级 你都不思考 不对 他们三四年级 根本没有习惯思考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 让孩子学着开口 我们来当学生 也就是在平常你们陪他 练习呀 或者是写题目的过程中 你们都装不懂 跟孩子说 诶 这个题目你怎么算 教爸爸好不好 教妈妈好不好 那 让他学着去讲 一开始一定会讲的不好 但是不管如何 你就一直鼓励他开口 一直鼓励他开口 讲的过程中 都是在 重新排列组合你的 思考逻辑 所以我觉得学着开口 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来 如果今天是比较难的题目 真的理解不了 不要勉强 你就跳过去就好了 好 他不是基本观念的话 就跳过去 好 比如说有些题目 他真的 哇 这个爸爸也觉得很难 来 我们快点把它弄懂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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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就往后 好 我觉得 真的四个一两次不行 我们就跳过去 可能一个月后再回来 他那一个题目就通了 第四个 尝试错误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 尝试错误是孩子应该要有的经验值 但我们习惯让孩子没有错误 我们习惯让孩子没有错误 那就很恐怖了 当他习惯没有错误 那他就会变得不敢下笔 因为他怕错误 所以你要让孩子说 没关系你这样试看看 错了 好 那有没有别的想法呢 我们慢慢的再去引导他 所以 我觉得尝试错误是 给他们一个机会 然后我觉得 让孩子知道说 写错没关系 再来想看看 再来想看看 这样才会让他更有信心 最后一个 我帮助 我觉得要帮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 但这个 AHB是我自己 自己定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部分我后面再来讲 我后面再来讲 没有练习自由数学有关系吗 我先讲结论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昨天问国山的孩子 两个A++的 然后我问他们说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写这些自由数学 我就放那些图片给他们看 他说都没有 他们都没有看过 都没有写过 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 只要孩子是愿意思考 而且愿意练习的 有没有写到知忧延伸教材 我觉得反而是其次 那当然有写更好 那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希望的是他喜欢思考 愿意思考 OK 这是我今天的目标 再来 当然我们希望给予孩子一个肯定 自我的机会 让他知道说 其实你试看看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再来 如果亲子容易摩擦 就是常常两个 爸爸教小孩 然后教到在那边吵架 或者是怎样 我真的觉得就是 交给信任的老师 或者是家教老师 都可以 然后让 关系变好一点 这样孩子也不会 那么讨厌的数 那么讨厌数学 因为 有些孩子都会跟我 这样跟我讲 他说 其实他不是不喜欢数学 他不喜欢爸爸教他数学 他常常会这样讲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教个两三句 他就会一直很凶啊 然后 就会容易这样 所以 当然对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真的都是比较 希望他们更强大 所以 那个 比较会 没有耐心 但 我自己觉得说 如果今天 关系 已经不太 稳定 那可能 就会交给老师 我觉得会比较 好一点点 我有征求家长的同意 就 大概 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因为其实 对我来讲 这种获得 真的是还蛮多的 就 很谢谢爸爸妈妈 都愿意陪伴孩子 以这个来讲 孩子一开始 其实大概也都是 四五十分 三四十分 那 妈妈就一直叫孩子 要读书 但孩子就一直 不想要读书 因为 他觉得妈妈很烦 那 我记得 第一通电话 跟妈妈讲了快半小时 就是孩子的状况 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来 他就加入了 课程 然后 一开始妈妈也很辛苦 因为有盯着孩子 一定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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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 就是 在 十一号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他很开心的 跟妈妈说 他数学考 八十八分 你知道吗 对一个 从来 就是中下的孩子 当他考出了 一个 中上程度 或者是 他竟然跟 最好的那个同学 差不多分数的时候 你知道对他来讲 他鼓励有多大 对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努力了 因为妈妈就一直跟他说 你看哦 跟着课程 跟着 跟着 跟着学习 真的没有害到你 你看你现在 有这一个成就感 所以 你知道妈妈在 3月25号的时候 又跟我讲的 这一个东西 其实我很开心 因为 这个孩子 其实他 其实获得的 不是一个 一个成绩 他获得的是 一个肯定 你懂吗 就是 那个肯定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 如果今天 当然 不一定 每一个例子 都是这样 但如果今天 妈妈还是一样 就是假设 妈妈要教孩子 或者是 每天跟他在那边 对立 那 我觉得这个孩子 可能 也没有办法 到目前为止 有这样子 好的改变 那 当然 如果今天 你们也有信任的老师 都很欢迎 因为 对不起 我必须要先讲 我今天讲的东西 都不是因为我 我要讲的是 因为老师的身份 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个老师 他真的可以帮助到你们 我相信也有 就是让 孩子很喜欢这个老师 然后 爸爸跟孩子 亲子的关系 也因此变好了 那 我觉得这就是 我想要表达的 一子而交 常常有 家长会跟我讲 他希望他一子而交 那 让爸爸 妈妈 跟孩子 转变为 伙伴关系 因为 当孩子有不会 这时候不是爸爸去教他 就说 真的吗 那我们一起想看看 好 我们真的想不出来 那我们来问老师 好不好 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关系 懂吗 有一个第三个人 他才会变得比较 柔顺 但如果没有这个第三个人 你可能就会说 好 那我来教你 然后越教就越生气 其实 这也很好玩 因为其实有时候 爸爸讲的方法 跟老师讲的方法 都一模一样啊 但孩子就是 会给我们这种 外人嘛 一个面子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